4月15号 王源作为《我想和你唱》 第三季第二期嘉宾 现身节目彩排现场 彩排结束后 王源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话说此次与素人同宽合唱 王源选择的歌曲是自己创作的时期 被问起为何选择这首歌曲时 王源耿直回答道 挺好听的 然后是最新写的 就希望大家能听到吧 然后希望自己以后也会实际写的 王源很努力啦 那参与这次彩排后 王源有怎样的感受呢 其实感受挺奇妙的 因为今天只是彩排了时期这首歌 然后因为是自己写的歌 所以说从别人嘴里听到 比自己唱得还好 就是唱的另外一种感觉 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觉得来参加这节目很值得 能听到粉丝当面唱着自己写的歌 也是一种莫大的骄傲吧 不过如果素人在演唱当中跑掉了 王源会做何处理呢 比起素人跑掉 我比较担心自己跑掉 对大家都很宽容 就希望大家宽容我一点 如果我跑掉了 就宽容一点 真是太谦虚了 表白我们又优秀又可爱的原歌 不仅姥姥被全粉 作为偶像 王源还拥有超级多爱她的粉丝 那姥姥很好奇 王源听众的偶像又是谁呢 我一直很喜欢JJ 然后也想和她合唱 哇塞 姥姥也很想听JJ和王源同台演唱 芒果拉新闻 想听到王源和素人们的精彩演唱 请从4月27号起 每周五晚8点20 锁定湖南卫视 我想和你唱 芒果TV也将在每周五晚10点整独家播出哟 报道